白河這齣世紀鬧劇還沒寫下最終章 在沒正式說出分手前 雙方各自盤算 一定要先去爭第二名 第二名之後再看 如果能夠拉開才有細胞路 那也變成是唯一的一條路 因為破了之後 就其實只有這個選擇 24號登記截止大線一到 選戰進入下一個階段 想靠細胞效應求勝 主要攻擊對象 將不再是民進黨與賴蕭沛 在槍口轉向的狀況下 藍白恐怕漸行漸遠 他們只剩下一件事情 把今天所有的畫面 拿來作為鞏固自己基本盤的材料 沒有贏家都是輸家 國民黨今天當然是把姿態做主 那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要激起來贏支持者 同仇抵愧的心態 然後再把原本一些 可能留到郭台銘的藍軍的票 看能不能炸出來 你原本期待的所謂的 柯國和之 你將來是不是還要用這個訴求 這件事情他們就必須要去認真的考慮 只是藍白河拖了又拖 不只支持者耐心消磨殆盡 雙方互抓戰犯已經累積大量 彼此元氣也大傷 淺白的跟淺藍的 能夠認同他們兩個 他們會出來投票嗎 甚至我們 我對明年1月13號總統大體的投票率 我們可能都要用稍微保守一點的 的角度去看它 藍白一旦分道揚鑣 曾經的盟友變敵人 最壞打算全面開展 靜順的總報道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靜好新聞